你能想象一个瓶子最大的容积是有多大,尽管发挥你的想象空间。 来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个瓶子,不仅可以将整个太平洋的水装进去,还有剩余的空间。 很多人可能都会说,不可能有这么大容积的瓶子,有这么大容积的也不叫瓶子。 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让人不敢相信的一种瓶子,它被称为克莱因瓶。 这种瓶子究竟是什么原理呢?竟然可以将整个太平洋的水装进去。 而这种瓶子的第一感觉会让人认为是一个没有底部的镂空行酒器。 延长的瓶子颈部进入镂空的底部和瓶子内部连接,让整个瓶子没有内部之分。 而当一只蜜蜂从内部飞到外面来的时候,它是可以不用穿过屏蔽的。 它是一个实体的瓶子,但其实只是有关人员根据克莱因瓶的理念仿造出来的。 真正的克莱因瓶是没有办法制造出来的,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。 准确地说它并不是一个立体的瓶子,甚至只有一个表面,属于科学家们说的四维空间。 没有人可以制造出整个瓶子,它只能停留在想象中。 也因此,科学家们才会称克莱因瓶永远也装不满,即使一个太平洋的水全部装进去,都还能再装。 不过有人称,克莱因瓶的翻译其实是错的,它本身的翻译应该是克莱因瓶面,但最终觉得瓶可能更合适。 虽然现在克莱因瓶只能陷于大家的想象中,但在科学的发展中,克莱因瓶可能也将被制造出来。 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